我和你飞到懒懒的天边 我和你冲上满满的花园 我和你身上满的花园 哦 大师的清醒 嗯 是那天他比较辛苦 杨子老师的确比较辛苦 他就是疫情 原神也不叫我杨子老师啊 对 这个 这个 那个礼貌 礼貌礼貌 对那个 那个 林小丁你刚说到哪 我刚才说 本来刚刚还一本正经的诚意 在看见杨子之后 马上开心的双手欢迎 在阐述杨子的时候 诚意先说了一句 他拍戏的时候比较辛苦 接着又礼貌的改口 称呼杨子老师特别辛苦 起料 杨子直接无情地拆穿诚意 平时也没见你叫我老师啊 把诚意一下就给整得不好意思了 要知道 诚意与杨子在片场的时候 加在对方身上的昵称数不胜数 各个都是极具特殊 而其中最有意义的海北市 早些年拍摄青云之时期 杨子调侃成意为大脸猫 而这个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除了称呼上的特别 成意在对女演员的距离把控上 也是有点双标在身上的 诚意跟其他女演员拍一些亲密戏份时 身体僵硬背挺的笔直 俨然就是无情地打工人一个 他还理次试图把自己的难得捍卫住 一直询问导演自己能不能穿衣服 再三确认自己光着膀子会不会太露骨了 可到了沉湘如泻的剧场 一个脱衣服的动作就把一哥给整害羞了 不能说的秘密 对不能说的秘密 他整个人红得像个主熟的瞎子 更让杨子没想到的是 成意脸那么奶 身材缺那么狼 成意也自信地展现起了自己忧郁的身材 杨子看得迷糊 台词都说得结巴了 除此之外 成意对杨子更是全身上下的呵护 和姊妹抱抱 成意整个上身都靠过去了 都是感情没有演技 他就像和爱人真切的拥抱一样 和别人都只是逢场作戏作作样子 不仅如此 成意还陪忘词的杨子对词 陪杨子调威亚 成意完全把杨子搂在壁弯里 被杨子压着头发了 疼痛的成意也不愿意放手 任由杨子搂抱自己 杨子在走戏的时候 时不时就揉成意的脸 而成意脸上的乐开花表情 喜欢更是脏都藏不住 就冲这些身体的本能反应 就能发现爱与不爱之间 真的就差那一点点的距离 挺直视拍戏 弯腰驼杯是真情流露 感谢观看